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反攻,加個問號 先講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開頭都是高開的 穿過25,000點,不過很快升幅收窄 而且一度倒跌接近100點 不過好在美市也算是發關 前日也算是有一點進帳,升6點,收24,776點 成交1293億,不算差 今天能夠保住升幅,多得這些傳統經濟股 包括能源股,其中一隻中國海洋石油威水升2%,遠遠跑贏大市 至於本地經濟股,更是延續上星期五的升勢 包括恆生銀行,今天升3.4% 加上其他銀行股,譬如匯豐,以至中銀香港也有不錯的升幅 大動市,能夠一輪之後,也有升幾點收市 好了,整個市形勢,今天市剛剛提過上了25,000點 單看香港的指數,就好像高位有點阻力 但是外圍就不太狀況,外圍包括股、匯 都好像淡友仍然控制著市況 怎樣說呢?第一,就看道指 道指上星期五就厲害了,失業率的數字 雖然現在說好像有這錯可能 但是無論如何,上星期五就當了是正 顯示經濟的情況很強勁 所以道指大升了,升百百幾點 西非禮3%又多 今天亞洲時段,道指期貨雖然一度回會底 但是我進來再檢查一下,都是正在升百幾點 換言之道指,無論是上星期五至今日的形勢 都是偏強的,在外圍的氣氛 好像是對港股有來的 這就是講過於股方面 匯方面,一方面人民幣最近都一直低位反彈回去 現在逼近去七個水平 講的是人民幣對美元一路一路反彈 與此同時,港元更加西非禮 看到這個就是美元對港元的圖 這裡的報價顯示7.7499 換言之已經升穿了強方保證一點點子 在這個情況之下,金管局又要出手 又要接貨,因為對港元的需求很強勁 金管局再次又要接貨 以保住,即是強方保證這個位 換言之,港元強勁 資金又流入繼續,相信銀行體系結餘會繼續上升 整個形勢好像都是對港股有利的 只不過,只看回港股自己本身 就好像要提出的疑問 就是點題的疑問,是否反攻呢 一個問號 反攻當然是,淡友是否反攻呢 因為從以下方面跟大家說 淡友好像在埋伏,準備動手 一方面,從市場因素來說 市場因素,看到今天,雖然港股上升 但是,你看板塊的分佈,很明顯 傳統經濟股是強勢的 剛剛說過,中國海洋石油升得很厲害 突破了一百天線 恆生銀行也是,雖然未升出一百天線 但已經迫近前浪頂的阻力 走勢也是不錯的 但相反,這些新經濟股 最近一直在高位好像有點休息的跡象 上星期五都提及過這個情況 上星期五說騰訊 好像高位休息的狀況 今天就延續這個狀況 一看到,今天就回軟1%左右 0.97%,回軟1%左右 逆市下跌,而且下降軌 就好像沿著下降軌回會 新經濟股是一直以來強勢股 強勢板塊 持續回軌,反而落後板塊 就繼續向上衝 這個是一個市場因素 好像顯示淡有 有條件在反攻 這個是第一個可以和大家說的 第二個就是,看看不同的指數之間的背遲 今天剛才提到的,恆生指數一輪之後 都升了6點 但國企不是這樣的狀況 今天就是跌57點 換言之,國企指數和恆生指數 走勢背遲 跌57,其實就接近0.6% 這個背遲也算是嚴重的 因為不是隨便跌0.1% 或者是更低 而是跌0.5% 顯示 背遲,國企指數和恆生指數背遲 而且看國企指數的走勢 更加令背遲提防更多 因為看到了 國企指數早段做好 一度升穿100天線 以至前浪頂的阻力 即是紫色箭墊 只不過升穿之後 就回落了 出現什麼呢? 就是100天也好 前浪頂也好 都是得而伏失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是不是假突破呢? 大家要留意假突破 都是靚仔的表現 今天高開低收 一支大陰燭 已經一般 配合之前的陽燭仔 出現一個烏雲蓋頂走勢 換言之 國企指數不單止和恆生指數 背遲這麼簡單 而本身的走勢 都是一般 加上恆生指數自己本身的情況 都是值得 大家要小心一點 可以從以下方面講 第一方面 恆生指數也是出現過的狀況 就是前浪頂的阻力 本來升穿了 便是支持 但是也是 就得而伏失 它在逼100天線之後 得而伏失 看到了 這個就是2455 我上星期五的節目 提過這個 就是上星期五這麼強之後 下一個重要的留意位 就是這個 今天穿了 但是穿了之後 不能夠站在上面 這個是要留意的 第二個留意 就是剛剛說的 一百天線 一百天線 就是25183 逼近回軟 記住 25183 因為會再說 類似的指數出來 第二個就是 逼近 一百天線回軟 第三個 就是稍微補一下下跌裂口 這個就是戰罪自主 紫色這個 補一下補之後 它又回軟 而這些下跌裂口的水平是什麼呢? 無獨有偶 也是跟剛才說的指數差不多 它的底部 就是24657點 而頂部 25140 25140和25183 剛才說的 都是堵住這位 好像顯示251左右的水平 淡油好像在附近 隨時跟好友進行拉腳 所以今天點頭 為什麼說 反攻問號 就是 看恆生指數自己本身 幾個點 以技術分析來說 幾個元素 包括前膛頂 得而伏失 一百天線之前受制 以至下跌裂口 補回一個月之後 未補完就回軟 這三個都不是太靚仔的表現 所以 今天大家要看完這件事 要小心 是否一個反攻 為什麼問號呢? 因為今天這樣回一回 同時 外圍就向好 外圍向好 加恆生指數 究竟最終誰的力量佔了主導 令律師跟那邊走 要再看一天 比較清楚 所以今天就做個反攻問號 明天走勢 就更加明確的表現 如果明天再回下去 就反攻成立 如果不是 就當它是一個 升市之後的呼吸 所以大家留意明天時放 說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的收看